大家好,由于有位网友说他是个香港人,想着去英国留几个月之后再去泰国才再回香港 他就想问香港人,由英国去泰国的要求是不是一样的? 好了,因为我刚刚又有一位朋友,叫做椰子,他在英国留了一段时间,然后过来泰国过南河 所以我就把这条问题访问一下椰子,我们今天就会有上半集先 这一集就会讲一下在英国来到泰国的情况 接着我们的下一集就会讲由泰国回香港的情况 我想问是不是由英国开始讲起? 我刚刚刚认识过泰国的要求,叫做Test and Go 的要求 它就比我之前Test and Go 的计划更加放宽了 放宽了些什么呢? 我那时候就要做Day 1 和 Day 5 的PCR 测试 但它现在只是做Day 1 的PCR 测试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陷地滞留在那九个国家里面 但又想在那九个国家回香港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经泰国再回香港 现在泰国政府有一个叫做Test and Go 的计划 这样就可以让世界上的人去泰国旅行 这样呢,如果你上回香港之前的话 其实至少在过去那十四天之内 都不可以在那九个国家里面 那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去泰国的话 你需要在泰国逗留最少十四天的全日 那你才可以回香港 那什么叫做十四天的全日呢? 那就是,以我之前的行程里面 那样呢,如果你第一天去到泰国的话 那其实是计Dating的 那这样就不算是一个全日 那所以,头那一天不计 那美国日,如果你回香港那一天 都不算当是一个全日的 那所以,头美及两天 那就是,简单来说,例如 你一日去到泰国了 那你呢,最稳定就是 至少要留到十六日呢,你才可以回香港 那这样呢,就会是一个很稳定 留了十四日全日的一个计划 那这样吧 那现在讲一讲呢 申请这个Test and Go 计划 有什么要求呢? 那首先呢,就是 你要打了两枕 即是Full Vaccinator 那之后呢,就要设计一间 Approved SHA Extra Plus 的酒店 那其实呢,如果你登入去 那个申请的Test and Go 的网站那里呢 那都有一张列表 就写明哪一间酒店是 即是拿到这个SHA Extra Plus 的资格 那其实都很多酒店的 都很多选择 那第三样,就是 你上飞机之前72小时之内 都要做一个Fit-to-Fly PCR Test 那这个Test呢 就一定要是 Negative 或者是Not Detected 这样 那在申请这个Test and Go 计划之前 要有什么准备功夫呢? 那首先呢,你就要 就是准备一张 你打了两枕的一个证明 那就是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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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呢,你要先设计一张机票 那接着呢,就要再设计那一间 那一间SHA Extra Plus 的酒店 那 那 设计了之后 那通常都会收到E-mail 那这个E-mail就是 一个 那就是 那 那接着呢 那这间酒店的设计呢 就要包括了 Day One 的PCR Test 那除了以上的准备功夫之外 那你也要买一份保险 那这份保险呢 就要 就要 覆蓋到最少2万元美金的一个赔偿额 那这样 那 那 那当中都要包括了 就是如果你在泰国中了 这个Covid-19 的医疗 那我呢 申请这个Tex and Go 计划那时呢 是二元文的 那我当时是 就是 申请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那我首先就是 登入了它 那个Tex and Go 那个系统的申请 那接着进入它之后呢 就要你 就是进入你 就是 那一天 那一天会到泰国 你的航班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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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同来呢 就是 你住哪间酒店 你 你 买了哪间保险 那 跟着呢 最重要就是 你用哪一本passport 来到去 入境泰国的 那 申请当中的话呢 都要 你upload 这些 所有的证明 上去它那个网站 就是它的系统 那里的 那 upload 那个file 就是 都是 用jpeg 那 如果呢 你得 pdf 的话呢 基本上都 不是太方便 那 所以呢 大家都要 准备 你这些文件的 jpeg 放了 那 跟着之后 你 你upload 这些证明 你填了所有的资料 那 这样呢 就 之后呢 就 confirm apply 跟着呢 你就会收到这个 confirmation email 这样呢 就 说呢 你 就是处理的程序大概要三至七个工作天 那 我那时候的案子就是呢 可能 当时呢 还没有太多人申请 所以我呢 两个工作天之后都收到的 那 如果 approve 了你的申请之后呢 你要收到些什么呢 这样就收到一个 叫做Thailand Pass的 QR Code 那 你这个QR Code 就要print出来 那到时呢 入境的时候呢 就方便那些官员呢 就去 你那个QR Code 那就可以read 你之前申请的资料 啊 是啊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呢 你订阅酒店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订阅酒店提供给你的游机场 接到你去酒店的服务 这个呢 是一定要的 好了 那 去到酒店那里了 这样就 嗯 会做一个Day 1的PCR Test 那 在未出结果之前呢 你是不可以搭出你酒店的房间的 那 如果当 那个PCR Test Result 是 即是来到了 是Negative 或者是Not Detected 的话呢 那你之后呢 就可以自由在泰国活动啦 那 最后 都提提大家啦 啊 啊 在你申请这个 Tai Land Pass 的Test and Go 的计划之前呢 呢 你都要买完所有的机票啊 酒店啊 啊 啊 这个保险啊 那才可以 正式 入市申请的 那 所以 大家 真的要想清楚 你真的要去泰国的 那你才好 不要买了这些东西啊 因为 你买了 你买了这些 这样的机票啊 啊 酒店啊 保险啊 都 都要成一万元的 那所以 大家都 要想清楚先啦 那今天真是非常之 多谢椰子啊 那我们来下一集呢 就会讲 由 泰国的时候 又如何回到香港呢 拜拜